哈 现在是七号 享乐行 就是我们讲的乐天派 我最喜欢乐天派 真的 我一听到乐天派 我感觉第一个画面 就是一粒很大颗的太阳 而且国家就是巴黎 就在太阳去享乐 但是我后来了解乐天派 其实呢 有它的优缺点 优点呢 它就是非常享受当下 它非常正能量 如果你遇到挫折的时候 你找这种朋友是最好的 但是我发现它们有一个缺点 它缺点就是 它不喜欢做长期的计划 太无聊了 它们要享受新鲜的东西 当然这样也会被人家误解成不负责任 那您有什么解决的一个方案 所以呢 七号的人其实有时候要有一点自律 有些我们讲的 尾声于做一些东西 长期的 对 长期的去做 然后你这样才可以精通一门学艺 才会把它做得好 对 然后再来就是要多思考 跟五号学习多思考 而不是说要活在当下 哦 游泳池看起来不错 跳进去 没有想到你的手机在口袋里 你没有想到等一下要怎么换衣服回去 对对对对 然后你没有想到现在已经很晚了 你要怎么回去 也不会想很多 所以有时候七号要先想再跳 先想再跳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